嗨,Like在此恭候多时 这一期要带你解决凡人的密码机 这个密码机呢,其实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由齿轮和齿轮合盖组成的 第二部分是打字区,第三部分是连线区 操作呢,就是把齿轮插入齿轮盒盖上盖子 盖子上会有数字 拨完数字之后,接上下面的连接线 最后输入密码 完成整个操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盒盖呢,会显示提示信息 看第二行就可以了 先看第二行 数字2,罗马数字2 放在1号槽位 就是打开盖子的那个槽位 然后4放在2号槽位 5放在3号槽位 8放在4号槽位 然后4号槽位 放好之后呢 输入2144622 输入好之后呢 再连接电缆 按照上面的提示 A到FG到Z2到T 连接完之后 用键盘输入BPFLUP 第一个操作就结束了 接下去让我们打开盖子 放入齿轮 打开放入 根据提示啊 把相应的齿轮放入槽内 再调整相应的数字 再调整相应的数字 分别是214622 下一步 接上插头 下一步接上插头 最后输入密码 最后输入密码 三人 便会出现 空间 最后输入密码 好 完成 这结束 表现 最后输入密码 写任 最后输入密码 就已经结束了,现在进行这张纸的解密操作 好,这张纸一面是密码,一面是提示 根据这张纸提示在A4纸上找相应的操作 这边是密码,翻过来就是提示 这就是提示 然后去A4纸上找V03ST就可以了 找V03ST 因为我之前找过了,所以是在第17行 根据第17行提示信息进行轮盘齿轮的调整 和接线数字的改动 进入齿轮槽打开盖子,把齿轮全部退出来 然后根据之前的提示,装入相应的卡槽 接下来看一下数字是多少 接下来看一下数字是多少 调整成刚才看到的数字 05 19 03 10 接下来就是接线部分 来看一下接线的排序 17行 STGZXO 打开后盖 接下来 输入密码 密码 密码 一定要注意 它中间是有一个-号的 一个横杠 输的时候也要输进去 接下来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顾 好了,这次密码箱已经全部解锁成功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支持我 点赞、关注、打开小铃铛 更多视频将在下一期呈现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